是靠右側行駛 一輛水產行貨車 從後方緊跟 速度相當快 接著違規從路肩超車的瞬間 擦撞重機 騎士當下倒地翻滾好幾圈 趕緊爬起來 躲到路肩上頭 驚險一幕 後方車輛通通路了下來 水產貨車 簡直蓄意謀殺的行為 一度還在臉書留言 是重機不讓路 讓車友火氣上來 群起好轉 雞蛋砸往柵欄內 位於高雄阿聯的 這家水產公司 外頭馬路還停滿近 50輛重機 不滿重機歧視的路權 一再被忽視 我們的法員也根本就沒有 對於相關B車的依據 用白尾的方式去撞倒 我們重機歧視 就是因為看不過去 所以我們才在這裡 而警方也在旁全程緊盯 生怕有更加激烈的衝突產生 法民要保持理性 不可做出那個 非法的委屈 違法的行為 再看一次驚險瞬間 速度狂飆 惡意超車 將吞下數萬元罰環 涉及刑法強制罪 也將吃上官司 好在騎士命大 沒有生命危險 要是有個三長兩短 再多道歉都挽回不了 華視新聞黃玉富 許大仁 許文男高雄報導